做一个变化,比如说可以让它恢复 恢复之后的话 再输入,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要查的是 3的倍数,OK,然后按一个确定 它就自动帮我把3的倍数 通通都把它怎么样呢 mark起来,然后按一个恢复 再输入,我要5的倍数 OK,确定 5的话就通通都出来 这个方式可以帮助各位,比如说 你有大量的资料要做分析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输入 你要看的资料 比如按确定,自动就帮你mark起来 那可以恢复,那这里的话 当然你要撰写一个恢复 这个恢复的一个 功能,其实当然写程式 有时候当然比较 要从头写比较麻烦 那你可以善用,就是说如果你有些部分 程式比较不会写的话 那当然有一些方法,像这个恢复 我是用录制聚集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 填上数字之后的话,那它一定会有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一个,你如果要产生一个恢复的一个功能的话 第一个你就要先知道,这个填满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是这个颜色 那你可以先做一件事,就是你可以把它录制下来 录制一个聚集,这个聚集的话呢 比如说就是回复好了,比如说就是回复 OK,那回复功能,我好像已经录制一个回复2好了 OK,那你可以先把游标放这里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呢,再来就是常用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改回 这个地方就是恢复成自动 自动的话就是原来的颜色 再来的话就是无填满 无填满完之后,再来填满什么 填满刚刚这个颜色 就这个颜色,填上去 好了,以后的话呢,那我就直接怎么样 再看